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我是Vincent Hello, 我是 Chrissy 我们今天有一宗很重要的案件想说 就是英国的家庭暴舍案件是很严重的 我们不是唱衰英国, 因为这些案件是每年都有一个数据表出来的 一个统计表 是一个统计表, 即是证明英国有多少案件 每年他们会做一个总和的, 让市民知道 但因为这个是涉及家庭暴舍案件 只要你在英国住的话, 就关你事了 无论你住宅宅也好, 或者住宅宅也好 你见到这些数据, 你见到这些数字 你会考虑一下, 会不会有一天 大家例事讲一句, 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究竟英国对上一年, 一年里面又发生多少宗 家庭暴舍案件 包括英格兰, 包括威尔斯 包括苏格兰, 包括北爱尔兰 包括北爱尔兰 总共的数据, 这里是超过28万宗 其实已经有29万宗了 大家看看这些数据, 我列了给大家看 就是那些数据, 你想想多夸张 29万宗一年, 你试想多夸张 Vincent, 你说29万宗, 其实我是听不明白的 你说的总数就是整个英国 如果是英国来说, 我会说是290千宗案的 嗯, 因为Krissy是竹星妹来的 她们流行说多少千, 多少千 你一说万, 我就完全听不明白你说什么了 是, 没错的, 如果英国我们叫做290千宗案件 这个是家庭暴舍案 就是我们香港叫做29万宗的家庭暴舍案件 那大家清楚了吗? 哈哈哈哈 事关我们早前收到一个网友 message我们 他问我们究竟是买房子好 还是买宅房子好 在英国这里 因为这个网友租了一年 他将会想买物业, 置业, 自己住 究竟买宅房子好, 还是买房子好 哪个保安好一点 他在这个位置是有疑惑的 那我们今集就顺便讲一下这两种东西 这两种物业 如果自住来说, 你会选哪一样 因为这种东西很个人 是的, 是的 好, 那我们事不宜迟 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英国家庭暴舍案件 好了, 现在立刻开始 立刻开始 大家看看, 叫窗 窗被这些铁笔叫开的 一般来说, 都有几个方法 这一种就是用铁笔 类似叫门锁的位置 大家看到吗 在正门那里进入的 OK 所以, 还有一个 在后花圆那里叫窗 这个下面有个星盘 它又是用铁笔的 即是说, 这里大部分的人 都是用铁笔来叫的 叫完之后, 还可以用这支铁笔来要挟人 又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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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来来来去 一支铁笔 基本上就是走天牙 走天牙是为做财用的 是的, 财佬就是最流行的 为爆舍用的 你看看, 你被这支铁笔一勾就大麻烦 是的, 很危险 好恐怖 好了, 大家看看数据 这个就是20年里面的英国爆舍案件 那个图片 是的, 那个图片 是的, 那个图片 大家看看过去的20年 咦, 看来过去的20年 你看到是逐渐是减少的 那其实是否一个good news 即是说少了爆舍案呢 没错, 表面上是 这20年里面不断下降 从02到03, 03, 04, 04, 05 一直数到22年至到23年 那见到数据不断下降 其实是好事 那问题是什么 为何会有一件好事呢 原因是因为越来越多人 减少放现金在家里 是的, 还有科技进步了 他们那些人 现在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防导系统 还有那些CETV装多了 其实现在因为少了 少了用现金 多数是用卡 户口转账 我觉得是 是, 变了少了现金在家里 但是亦都有人 仍然是放现金在家里 仍然是有的 在英国这里 不过少了很多 而且他们装了很多 那些闭路电视 是的, 变了减少了 这些爆舍案件的发生 不过大家看看数据 你看到2022年至2023年 最后的数据 都上了29万宗 家庭爆舍案件 大家记住是家庭爆舍 即是仍然是很多 是的, 我都认为仍然是多 真的 它这里是未计商业爆舍 商业爆舍是另一个组别 这是家庭爆舍 所以未计偷车 什么都未计 偷车那些是另计 另外一组 所以大家仍然要 你在英国这里住 你仍然要很小心 家庭爆舍案件是很流行的 真的 所以我们就要增加这个防盗了 没错 不过再说 通常家庭爆舍案件 是发生在住房子的 就是像我们这些住房子 因为容易入屋 没错 因为你住宅是很难上去的 因为英国这里没有什么非天琴佬的东西 香港就有很多非天琴佬的 非天琴佬的意思就是 因为他爬水管上楼上 是的 由旁边的建筑就跳过旁边的建筑 即是他伸手好 我估计因为英国人比较大分一些 伸手没有那么灵敏 是的 所以英国最主要家庭爆舍案件 是发生在住房子的 多数都是的 通常爆舍案经济差 他说原因是因为经济差 所以就多爆舍案 多抢东西多偷东西 嗯 多crime 是的 没错 罪恶率就飘升了 最主要是什么呢 燃油费加了 他说 能源费又贵了 又通胀 食物的东西又贵了 生活成本又贵了 还有最后那样就是 银行利率加了 是 加息加得很厉害 加得很厉害 很多 很多网友住在英国都知道这件事的了 没错了 即是无论你租楼也租贵了 是不是 因为这六样东西 正在守着 有些人就索性去偷东西 下面这里写着 连偷东西的案件 是增加了24% 警察有数据出来了 就说 店铺盗舍罪是增加到 是342,343宗的 店铺盗舍案件 好的 我的理解 就是342,343宗案件 没错 原来这么多人偷东西的 你想想 偷东西都是34万多宗的 是吧 刚才我说家庭爆舍 都29万多宗的 你想想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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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改了 即是 即是改了 即是去爆舍家屋 那些人就改了去偷东西 没错 是的 刚才那个爆舍家庭爆舍 不是向下的 是的 这20年不是向下的 原来有拨了有30多万人 走了去偷东西 偷东西 就向上了 是的 店铺盗舍就增加了这么多 其实整体上 其实是罪案是没有减少到的 整体上 是转移了做另外一件事 没错 它难些爆舍 即是爆舍是难了 改为取义不取难 就去店铺盗舍 是的 偷东西其实可能是快的 没错 因为如果大家有看看 我们对上那两集影片 讲英国的店铺盗舍 是罚得很轻的 只要你的货品 不超过200磅英镑 是罚得很轻的 是的 虽然是这样 但我们也呼吁别人 不要偷东西 没错 偷东西是犯法的 千万不要做 无论价值有多贵 多便宜都好 不要做 一做就麻烦了 因为有案底 一做了 一般来说 发生的时段 往往就是 晚上六点 到第二早六点 嗯 是的 60%发生在这些时段 有24%在窗口里入 是的 而有33% 就是要硬强锁入 嗯 另外 63% 要由前门入 也有很多 是的 是的 直接用一枝铁笔 因为有时 你更快 是的 原来有15% 是可以进入 是没有锁的窗 或者门 嗯 是的 76% 就由其他门 由其他门入 是的 可能是后花园 那些 那些 最主要是拿什么呢 就是家 当然是拿现金 现金是最直接的 是的 以及金器 那些 手饰 钻石戒指 是的 是的 而只有1% 是爆玻璃入 嗯 是的 那他就有机可乘了 嗯 不过通常呢 这些是探路 一般来说 他夹了你一段时间 知道你什么时候 不在家 他就夹着你 但是多数人 要是Monday to Friday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是上班的 嗯 是的 但是距离最喜欢 所以我发觉现在呢 是简单直接些 即是由钱满入 是的 很夸张 一般来说 很少在钱满 但是 原来也不少 他选择了 他选择了 一定是先扑着你 确定你是不在家 是 大家看看这幅图 哇 水蛇村这么长 就是整个UK里面 很仔细的 就告诉你 哪里最多的家庭爆舍案 是最多 嗯 那大家看看 因为太长了 我们只能够说 Top 6 即是最严重的那六个地方 在哪里最多爆舍案呢 第一位 是的 第一位是West Yorkshire 是的 即是Leese Leese 原来是最多的 嗯 跟着第二 就是Greater Manchester 是的 大家才知道 大曼城 嗯 第三呢 是的 West Midlands 是的 West Midlands 即是八名巷 八名巷那边 OK 它全包在Conventry 那里 以及Wolfhampton 那里 全包在 原来是排第三 OK 跟着第四 就是South Yorkshire South Yorkshire 就是Sheffield 那里 原来 Doncastle 那里 是 OK 那第五 就是Cleveland Cleveland 全都出名了 Cleveland 是类似米道士堡 Middensborough 那里 米道士堡 那里 全都出名了 是的 很多刀仔岸 超多的 OK 好了 接着呢 接着第六 就是倫敦 都是严重的 都是严重的 是Top 6 是的 好了 我只是说这么多 好了 下一封了 大家看看 它下一个图图 这里是比较少一点的 一路数下去 那我就出现在这个画面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你pause了去定了画面 自己慢慢看 因为我这里我不说了 咦 最少爆竊是Devan和Cornwall那边 是的 我们都去过Cornwall 是的 沙滩那边 是的 原来它最少 最少家庭爆竊案 大家相信都很关心 究竟家庭爆竊案 有没有抓到人 在英国这里的警察 做事行不行 抓不抓到人 破案率高不高 大家看看这里 不过首先 这个数据是我已经很辛苦才找到的 嗯 大家看看这个数据 它是2019年的4月 现在是2024 是的 它这么久都没有更新 没有更新 这个英国的警察 Metropolitan Police的Data 显示 去到2019年的4月的时候 破案率只不过是3.1% 是的 那就是95%的家庭爆竊案件 没有抓到人 是的 没有破案 是的 很好笑 由2019年之后 就已经没有Data了 那就是可能一个破案率 是近乎很低的 更零的了 没错了 它的数据只是去到2019 去不到2022 2023都没有 一直都没有了 没有再更新 大家想到 英国的破案率 尤其是在这些家庭爆竊案件 是极之低的 是极低的 很多时候都抓不到人的 是很严重的 怎会那么差的 英国那些警察做事 不够 第一 不够警察 还有我觉得 他们不太花心机去破案 在这个位置 嗯 正所谓 我会给一句说话 就是什么呢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而这里英国那些财佬 爆竊那些是很厉害的 因为那些财佬是懂得 很简单去开到那包锁的 亦都是有可能是开锁佬做的 嗯 是的 亦都是有可能是一些过气的 装修师傅做的 嗯 即是搞不够的装修师傅做的 是 我们有朋友这样推测过 嗯 网上亦都有一些文章 说是有可能是一些 就是过气的装修佬 嗯 要不然怎会 那么懂得去解锁 没错 他懂得去怎么样 他爆那只窗 是不会裂的 那玻璃 他是叽的 就是他叽的 他叽的那个位置 是不会令到玻璃裂的 他不裂 那就不会吵 是吧 他不是砰一声 打烂玻璃很响的 是吧 只要他不作烂玻璃 他挤开你把梳子就开到 是吧 所以就是说 就是因为度高一尺 摩高一丈 他们还戴上手套 是吧 不会留下指毛的 那又戴口罩 蒙了样子 是吧 你根本 就算CCTV拍到他都没用 而且他一定不会留下指纹 是不是呢 这些痕迹都很 都很basic 是不是呢 你戴手套 你戴眼镜 你戴帽子 已经遮住了 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有朋友 亦有亲戚 被人爆洩入屋 他们都是住屋子的 是 他们说都是回到家 发现整间屋 乱七八糟 还有是亮了灯的 是 通常都是亮灯的 是 不知为何亮灯的 他深知 哎呀大事了 不妙了 怎会在外面看亮灯的 怎知那对门一打开 是没有锁的 那个锁是前面挂烂了 我猜是什么呢 那些财佬通常 走进去爆洩 他是 他赶快就要走 他哪里这么好守 帮你关门 关窗 关门 就由得他就跑了 走了 是的 我们这些亲戚和朋友都跟我说 他们说 入到家屋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的财佬 还在不在这 不知道 但是他尝试一下 因为通常我们住屋子是两层的 不是崩的楼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那个朋友 就即时已经召唤警察了 不敢再进去 在门口里想进去 还是不进去之间 他太太就说 老公不如先报警先 不知道他的财佬还在不在那 那么 他立刻想到 是的 立刻报警 不要立刻进去那个现场 嗯 那立刻叫 九九九 那警察问你什么事 他说 警察第一句问他 他说 怎么样 你有没有受伤啊 你有没有受伤啊 问到他重复了几次 那我那个亲戚就说 没有啊 没有受伤 你怎样发现你家里被爆洩 他说 我回到家里的门已经开了 我说已经开了灯了 那没有理由的嘛 那我怀疑是被爆洩 他说 你有没有进去 没有啊 那你没有进去 那警察就跟他说 叫他冷静一会儿 接着呢 他叫你尝试一下 进去看看有没有查 但是呢 我那个朋友又问 有没有搞错 我打来报警 是希望你立刻下来的嘛 但是他说警察呢 就不下来 他说 不立刻下来 他叫你不要关电话 听着他的电话走进去 哈哈 其实这样做法呢 都挺危险的啊 真的呢 我那个亲戚就说 有没有搞错啊 但是当时他自会吩咐 走进去吧 他说没有动静 幸好没有动静 如果有动静的话 他就一直跟警察说 哈哈哈哈 都挺荒谬的 其实 我真的听到都很荒谬 我问他 那结果有没有警察来 他说结果的警察是没有来的 那我说当时是几点啊 他说当时发生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 而是我朋友呢 去完出街 整家人呢 去完出街 回到来的时候 已经是入夜的了 12点多回到来的了 那我朋友有一个小朋友的 就是一家三口 就回到来 见到一件这样的事了 那时候是星期六晚来的 嗯 是夏天来的 他说夏天都有爆洩案 哦 是的 那么他怀疑是有人 特意知道 他呢 星期六晚出了街 就做他世界的 嗯 是的 那说回了 跟着呢 他说没有收线了 那个警察呢 就一直指导他 进去那家屋里观察 而那个警察是没有来的 嗯 嗯 是的 即是他在那个位置那里 他觉得来 警察为什么不来的 因为警察说呢 如果那个警察走了 他来是没有意思的 嗯 那么他就呢 好了 进去了 他发现整个屋里乱七百糟 是的 所有东西反到呢 即是有 你看到那些床单被袋 全部是反转了的 是的 通常呢 警察呢 是不会立刻来的 他因为 当如果没有人受伤 没有人有事的时候呢 他们是隔一日 或者两日后呢 才来的 没错 我亲戚就说 结果是两日后才来的 是的 是啊 有没有搞错 最好笑的是什么呢 他说呢 你既然整个屋 现在乱七八糟的话呢 警察呢 就跟他说 你千万不要碰任何的东西 是的 但是你怎么可能不碰呢 但是你怎么可能不碰呢 是不是呢 那间屋是你的 你进去 你又要睡觉 你又要拆牙洗面 换衣服 梳洗 然后又要煮食 你怎么可能不动到那些东西呢 It's not possible 所以他说呢 当时他觉得英国警察是废的 他真的是这样说的 到现在都是这样说的 是啊 他说呢 一两日后之后呢 他才来找人来掃东西 掃指毛 掃指毛 所谓的forensic 监政专家 但是呢 但是他说其实是做得很随便 很行的 是的 因为呢 为什么呢 警察又跟他说 未收线之前 警察叫他尽快 报告给现疏公司听 如果你所有东西 又卖家庭现疏的话呢 家居意外 那些呢 甚至乎被人爆洩 你只要你继续他们的单 就有机会 claim到现疏的了 通常呢 英国呢 如果你报警 有罪案的时候呢 就算警察不能够来 因为你报了案 他们都会给到 reference number 你就可以拿着 reference number 去证实 你曾经报过警 讲过些什么 嗯 是的 因为你可能claim in store的时候 你要有警察的那个 那个reference number 去证实 说你是有报过案的 即是什么时候 几月 几日 几多点 发生过些什么事 嗯 不过呢 我讲时讲的 因为呢 我知道呢 以前那一代的华人 就很 有些人做生意那些 在家里放了一些现金 在那里的 嗯 那变了呢 有些人呢 是不太敢报警的 哦 OK 之所以 为什麽呢 二十年来里面 那个家庭爆舌案件 就越来越少了 少了 因为那些 那些贼佬入到屋 呢 找不到食 因为现金少了 因为现在是 没什麽人有现金 在家里的嘛 是啊 隔了整二十年了 现在那些人家里 越来越少现金了 他进来都没一口好吃 他爆来做什麽 他不如在街上抢那个 是啊 反而在街上抢 抢电话 抢手袋 反而更快 直接 是啊 他快的嘛 他在街上抢了一部新的iPhone 转过头去卖了去 都有一两百磅 倒落袋 可能是吧 嗯 他好过去爆你家屋 什麽都没的 原来爆了 爆叉猛的 是啊 我多有 之前有位朋友 跟我说过 他家屋 什麽都没的 曾经试过冬天 有人爆虚 爆入他家屋 那里 他就说 可能因为空手而会 那些贼佬就 擠了些茄汁 在牆上 在白痴痴的牆上擠茄汁 嗯 另外 我们的亲戚 那部电视 被贼佬拿铁笔 那部电视 他那部电视 还要不是很久了 买了一年左右 那部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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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了 那些贼佬发脾气 因为他进入他的家屋 没有现金 任务 只有那些 Coin 只有那些几磅 的Coin 是啊 所以通常 如果那些贼佬进入到家屋 没有东西被他偷的时候 他会做一些事去破坏你家屋 就是想着可能是给一些麻烦你 是啊 但是他真的这么辛苦 进入到家屋 之所以为什么呢 我有听过别人说 如果你家屋什么都没有的话 这样被别人爆发 你真的有心理准备 你的梳化可能被他用铁笔勾烂 电视被人打破 你那些 可能地毯又会挟起了 你的床屋 他直接拿东西勾起去 就是看你会不会收到鑽石架子 收到一些现金 在床底 甚至乎 那个床屋 他怕你收到床屋 底下 他直接勾起它 就是捏烂它 大哥 你床屋也很贵 有些床屋是一千磅一张的 是吧 你这样破坏你整个屋 他说一般来说 你随时就是 你基本这些家居 电器那些 这样被他破坏 你随时损失是几千磅的 指不指几千磅 没计算你的金银珠宝 鑽石架子 名牌袋 有些 但又很有趣 他iPad那些 他不拿你的 可能怕有跟踪器 是 iPad他有那个 tracking 是 有得追踪 所以他不敢拿 现在那些电器 就是iPad那些 他不敢拿你 但iPhone他就敢拿 因为以前二十多三十年前的长辈 会说是会偷电脑的 现在他们是不太偷电脑的 是的 以前我听过更好笑 我听过那些 就是我们听过那些 以前老一辈的老华侨 他说走到你家里偷 如果他说偷得而不够多 他说有些够胆 他说走到你雪櫃 去找食物 或者磨得尿 在你客人听到 磨得尿 甚至磨得尿 也有 很噁心 真的听过的 他们真的发脾气 说不够 偷得不够 但是他说 现在 我听过 近这十年 已经没有人做这些 这么猥琐的事情 就是磨得尿 磨得尿 为什么呢 他说怕他的DNA 会留在这里 是的 因为靠你的尿液 那些排泄物 他会找到你的DNA 他就搜集了你的DNA 就突然捉到 很容易合配到 OK 所以说现在的财佬 尽量不留下证据 在犯罪现场 就是聪明了 是的 所以这些财佬 现在这么难去抓 是的 你想想看看 刚才的数据 95%的爆洩案 是抓不到的 破不了案的 其实可能现在 5至95% 是的 那试过 有一个有经验的装修师傅 就跟他谈过 他说他也有客户 就跟他说 想装甲慢 是的 买一个很精密的甲慢 还有那个甲慢 很重的 说整个甲慢 都50公斤的 但问题是甲慢 硬重的 都容易拿走 是的 但是50公斤 他说甲慢 整个甲慢都50公斤 他说 那个甲慢 很大 很重的 那装修师傅 就说 建议他用水泥 就连上甲慢 就在那个墓墙里 说是被吹死它 在地下 或者如果家屋有床 就被吹死在床 那里 是的 黏住了 没错 他说 就算是木地板 他说下面那一层 他特意做到它 坐低它 就将那个甲慢 用水泥 拱固了它的底部 即是连住它 直到 如果你抽起那个甲慢 你首先要 作坏水泥 那个棍营土 那不是那么容易 是的 但就不是那么容易 又装修师傅 就这样说 因为他说 通常如果你甲慢 他就整个拿起去 如果你没有 黏死了甲慢 最多你只能拖累了 那件事 拖累了它 但因为我看过 原来那些爆竊案件 他逗留在你家屋 一般来说 他说 是不多过10分钟的 是的 他说 他尽量务求 少于10分钟 就要离开你家屋 是的 不知为什么他的数据 说是10分钟的 我猜是因为 他估计 如果你的链声響了 警察最快来到 都是要10分钟 他就能计算到 是的 因为一般 那些说 有那些家庭警暴系统 一着的话 你的手机 就立刻告诉你 你家屋出事了 嗯 一般来说 你叫警察来 即即即即刻报警 都要十几分钟 都要十几分钟 才来到你家屋 是的 之所以 英国一般那些 爆竊案件 那些拆佬 一般来说 是10分钟之内 做完就要走了 是的 可以解释得到 为什么现在这些拆佬这么喜欢呢 是由前门破门而入 是的 因为可能 他觉得有时间 是的 但是也有些在后门 也有的 就是看看那间屋的设计 是的 看看这个设计是怎样 没错了 好了 我们解答一下 我们那个网友 他说究竟 他买物业的时候自己住 究竟买房子好 还是买房子好 他现在住在房子 租住 他租了一年 他说 满意程度都挺高的 因为他说保安非常之好 是的 其实我也建议 所以租住的时候 真的租房子 是安全改租房子的 是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你住房子 因为房子不是你 你想安装CCTV 又或者Alarm 你是要询问业主 才可以在这里转场 转洞 没错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例子 例子 英国的房子 都挺漂亮 好像很dream house 这样的款式 是挺漂亮 大家看一下 是独立屋 左右两边不是黏着大家 分开了 所以往往那些贼佬 多数要是正门 要是在旁边进入 由这边进入 经后门去后方圆 就把窗子 用一支铁笔 如果前面都是用铁笔 很多时都是 百合时 要是百合时 这样开 为什么呢 Krissy刚才说得很对 因为很多业主 如果租这些屋 业主是不准你 转场 走去 转这样转那样 来装防导系统 一般来说 都说不 都说不 是的 因为业主 他有权在订金那里 扣你钱 因为你转场 转这样转那样 转房路系统 是吧 你转到他都花了 他就在那里扣 是吧 所以你预计了 如果业主说yes 给你装 你预计了他在 那里可能会扣你了 是的 第一 他大多数不会说yes 第二 如果说yes 日后你不住 那位置有些棘手 所以我们建议 如果很多香港的网友来到 你还是租的话 你不要住house 我建议你不要住house 住apartment 即是刚手正脚的 是的 因为住apartment 总之是安全很多 因为他要经过几关才进入你家屋 嗯 好像这些apartment 是吧 好像很豪华 是吧 有些呢 就有管理员的 24小时的 有些又没有 有些又没有的 但是你也要经过密码 由前门 即是个正门 大厦的正门 用密码 嘟嘟嘟嘟嘟嘟 可能要四个密码才能进去的 是吧 进去了 你还要坐升降机 再上楼上 是不是复杂很多 住apartment 是吧 所以保安一定是好 过住house 嗯 是的 我建议你有贵重东西 多首饰 多珠宝 又有钻石戒指 又有带靓 又有名牌手袋 又有很多文件 又有你的passport 护照那些 那你住apartment 就很安全 是吧 就算你没有这些贵重的东西 假设 你都不想下餐饱 如果你万一 你家屋被人爆洩 又或者 你当时你是在家屋里面的 你都不希望遇到这些事情 发生的 没错 喂 Vincent 那你又住house 那为什么我们又住house 因为我们是买的 你买的 你买的就不同了 你买的你可以自己加强保安 如果家屋是你买的 你可以安装很好的防导系统 是 你喜欢安装有多好 安装CETV 是吧 CETV射外面又可以 射在家屋里面又可以 是的 透过手机可以查到 你整个环境是怎样 是的 你可以安装外面又可以 又安装在家屋里面 是吧 就算铁杂你也可以选择安装 是的 就是那些防导铁杂 就是那些窗框的位置 那些 那些都要几千磅 是的 是的 但我不太喜欢那些 因为有点像坐牢的 没错 所以我们都建议 如果你第二天 买apartment 也好 买house 也好 那我保安那一部分 大家要在那个位置 想清想错 你究竟需要哪一样 一般来说 不管你是真有钱也好 尤其是没有钱也好 通常 华人的面孔 给人的感觉 是有点钱的 怎样都会有点的 是的 真的 他不懂分你日本人 还是台湾人 还是什麽人的 总不知你华人的样子 他就认定了你是有钱 他觉得你家里有现金 是的 又或者你戴一些漂亮的鑽石戒指 因为华人走出来 新光颈领 通常都是 是的 比较有松动一点的钱 对不对 所以他很喜欢在华人那里打主意 是的 印度人也是 即是家里有些金器 是真的 因为印度人结婚 很喜欢戴上一手都是金的 是的 但是香港人 即是华人结婚也是这样的 嫁女人整手都是金的 是的 我们那个文化有少少差不多 是的 因为英国没有什麽保险商 因为英国没有什麽 如果你在英国找保险商 是很困难的 因为英国那些保险商 不是没有是有 但是在中央伦敦 伦敦市中心 在一些很少的地方 仍是有提供保险商 但是那些已经全都敷了 而且通常保险商很小的 是的 他们那些要是排队的 你那条队排了几百人之后 已经是 除非有人放弃了 不爱了 那些保险商 就退了 退保了 接着下一个顶上 这样的 是很少保险商提供 给你去走去摆东西 英国很少 所以很多人将金器 漂亮标 名牌手袋 都放在家里 一般来说都是放在家里 所以是引起一些责人的注意 OK 之所以为什麽呢 一部份人仍是住在家里 好像我们仍是住在家里 因为我们没有什麽值钱的 那我们仍是住在家里 是的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集的影片分享 英国的家庭爆洩案的影片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是的 喜欢的话给个like share 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下面可以留言 是的 你究竟买还是租的 先在英国 那你也可以 下面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一些不开心的经历 下面可以留言 告诉我们 也可以的 是的 还有什麽意见可以提供 关于在防盗那里 是的 我们已经是尽量做到最好 防盗 我们又有防盗系统 又有CETV 影余街的 24小时的 不过说开又说 最近我们这裏 有人试过踩线 想试试我们的CETV 是否有效 是的 不是很久 应该两个星期前 有人踩线 是的 I was really surprised 因为我们在吃饭 突然之间 有个人 他不是禁我的门钟 他选择是敲玻璃 他很大力 很粗暴地 然后我就从我的CETV 看到有个人在那裏 然后就在那裏 那裏和他对话 我问他 你做什麽 然后他说是PASS CONTROL APPOINTMENT 我说我没有PASS CONTROL APPOINTMENT 他就是鬼祟祟的 他就戴着帽子 还有那个头 头是不看上去的 因为他知道我上高 有部CETV 他就说话很小声 你接近听不到他说话 然后很快就走了 鬼鬼祟祟在那裏踩线 是的 所以我突然觉得 我来得要小心一点 因为他觉得你部CETV 可能是流的 所以就试试你 是的 他选择不够门钟 在敲门 就查询我是否真的在家 是的 谁知我们的机器是真的 是的 来吧 走吧 嗨 嗨